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乾超零 這次色聖角色的坦紀也算是其中一個 但我覺得不太好 比起阿拉丁和麗拉來說坦紀 我覺得就是一個次選 你不可以說坦紀差 但我又不覺得坦紀有什麼特別突出的表現 可能唯一可以說是他的絕招 算是在陣營裡唯一比較可以瞬間輸出的壓血能力 但今次也沒什麼話要說 主要我想說一下坦紀 再說一次坦紀這個角色 坦紀之前說過 之前我有影片說過 上年還是前年 但今次想說的就是 他的化身 就是日本三大妖怪之日 玉祖前 在很多遊戲裡面都出現過 前排的時空之門 還有日本很多遊戲 例如L.O.L.那個 那個叫什麼? 阿里? 忘記了 那個也是玉祖前 其實九尾 也是 玉祖前 就列為 日本三大妖怪 和酒吞童子和大天狗並列 這三大妖怪全部都是最惡 最黑人真 那麼玉祖前這個人物 為何和坦紀有關呢 其實 基本上玉祖前這個九尾湖 都是出自中國傳過去的 那麼最先有這個 其實坦紀作為這個 在山海經出現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一個邪惡的妖怪 相反 其實哪裏有九尾出沒的時間 就代表那裏是吉祥的意思 還有誰取得這個九尾為妻 就可以生兒玉女 即是多兒多女 是一個吉祥的象徵 但是 自從這個風神演義一出之後 令到這個九尾那個 即是九尾的評價 身份和人們的認知 就完全逆轉了 那麼大家知道 風神演義裡面的坦紀 就是九尾湖演變出來 那他就迷惑這個雙袖 就令到這個 這個 就是酒池玉琳 暴政 搞到 文不聊生 最後 這個 拿渣陽展 太公網那些 就推翻了這個 雙袖 也都收了坦紀皮 那這個就是九尾 九尾 自從在風神演義 即是 面世之後 就 基本上令到人們一聽到這個 九尾九尾 就是一個狐狸精 那些 即是 一個大奸大惡的妖怪 這樣來形容 那後期 其實也有傳這個 煲尺 都是這個 呃 即是九尾 就是風火器諸侯的 那個煲尺 那為什麼會傳到中國呢 其實九尾之後 都到處去 搞事 他都有去過這個印度 做的這個華洋妃 那這個華洋妃 就不是我們中國的華洋夫人 那她是印度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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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個妃子 然後輾轉間又回到中國 那我記得去到去到 當時我忘記什麼 朝 那我去到某個朝代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那是什麼朝 真的不知道 唐朝 那日本就有一個使者來到中國 那這個時候九尾就 輸入這個日本使者的船 那接著就 過海飄洋去到這個日本 那 浴祖前去到 其實他當時還未叫浴祖前 他仍然是叫九尾 那九尾去到日本的時候 就變身了一個很漂亮的姑娘 那她獲得這個 叫做什麼 鳥魚 還是烏魚天王 那就是當時 日本其中一個天王 那她的寵愛 就是看到這個女孩 角色天香 那結果就招了這個 九尾入宮 那浴祖 那其實這個 因為這個九尾就非常貌味 和會嗟人 那 哄到這個烏魚天王 就非常開心 那浴祖前這個名字 就是烏魚天王 賜給她的 從此這個九尾就 在日本那個 名稱叫做浴祖前 那基本上 你在日本趕浴祖前 那些人就知道 這個妖怪是九尾 那這個浴祖前 就迷惑這個烏魚天王 那這個情況 跟這個雙袖一樣 搞到這個 不理朝政 就是亂想著喝下去 然後就很快 這個烏魚天王 就大病不起 那其實這個時代 是日本的平安時代 當時其實是安倍晴明那個 sorry 這個不是平安時代 應該是 過了幾代 安倍晴明的孫 就叫做安倍太親 安倍晴明的孫 對她進行了一個占卜 偷偷地 那結果發現 原來這個浴祖前的真身 是一隻狐狸 那這個時候 天王知道了 那個烏魚天王 知道了這件事 之後就 老修成老 原來自己一直都跟妖怪 在那裡 慢慢夜夜新歌 他就很生氣 於是便命令這個安倍 就派人 就是出擊追殺這個浴祖前 那浴祖前 由於被人追殺 關於他 就馬上逃離這個京城 逃到他在山上 但是始終都是不敵這個安倍追殺 那相傳 其實浴祖前 是被這個弓箭射殺的 射死了 那他死之前 他的怨念 和他的悔恨 就發生成這個殺身石 那日本有一塊東西叫殺身石 那這塊石 就 不停放毒 放毒氣之類 總之 凡是有生物接近 都是會毒死的 那 現代角度來說 就是一個 通常在火山口附近發現 通常是火山毒氣 那當時來說 這個殺身石的意思就是 就是狗味化身 那 那 後來這個殺身石 就沒有人可以接近到 但是過了很久之後 被一個高增閑過 就擊碎了 從此這個石頭的碎片 就周圍飛了 然後就不知所終 那 這個其中的由來 順帶一提 其實走吞我也想說 不過走吞這裡說 沒有意思 走吞也是一個大妖 走吞也是被原賴江修皮 沒有關係 可以看到我們的坦幾姐姐 威到日本 可以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是說了 陰陽師 還沒有這個玉祖前 好奇怪 名氣這麼高的一隻大妖 竟然是沒有的 陰陽師只有三尾 因為現在沒有人 那隻R卡 但是九尾 這麼出名的東西 竟然沒有 他應該是留下來做 必殺技 但我想說 這個遊戲 就是收皮 只要留下來 三大妖怪 唯獨是沒有這個九尾 是不合邏輯 還是有九尾 我不知道 陰陽師哪隻SSR 是九尾 我想問一下 沒有啊 對不對 其實這個漫畫 你可以看到 火影忍者 最多人知道應該是火影忍者 那你有什麼漫畫作品 有這個 動漫作品 有九尾 一時間我想不起 通常有的 都不算是好人 對 OK 大致上 故事有這麼多九尾 當然是 簡化一點點 因為就花時間 好了 來到王關 就說回這裡 王關 一脫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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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絕 一脫就比較容易打 其實如果你不是打得太慢的話 其實一脫就很快就KO 加上你見到 牆比較空抗 剛超又站在中間 其實如果你用麗拉拉線的話 相信 嘩 阿B 我的貓都糟糕了 其實貓呢 貓呢 貓是一種妖怪 順便說 那貓猶 日本的妖怪叫貓猶 不過這隻貓猶 這隻貓猶通常都是 描述得比較長和 那肠們會幫人戶 掌抱嬰 這隻貓很重要,不知為何很疼嬰兒 相傳每個十年,尾尾會多一條 最後會有九條尾,類似的傳說 現在他只有兩條 但沒有回復迫後就開始有壓力,特別是這下擴散是很痛的 而光超令最麻煩,地方是每一回合都會攻擊 所以時間上會有壓力,頭頂拉扇是最強的拉扇方式 這是最強的傷害,頭頂拉扇可以怎樣拉到重創 二血 二血慢大使就先搞定那些藍鬼 這個優先要處理,因為是直接令你Game Over的原因 血量開始有點緊張 先製造傷害,我就不想太早殺魔法師 因為這麼早殺就開坦忌 坦忌很有用的,在壓血方面我不否認 在壓血能力上就... 但壓到那隻魔法師死掉了 那都夠贏的啦,這裡可以贏的啦 這裡就... 因為我想兩三彎之內應該可以處決了光超 所以這個時候... 三魔法師呢,但好死不死他就不知道卡了上去 好啦 如果你是爬底的話,其實你可以不用開麗拉 但我就打算贏的 因為這個時候只是回復場,這一彎你只能回血 萬一你要打多一輪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下一輪再開麗拉 麗拉的絕招好像沒有加... 不知道有沒有加成,我覺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即是它的速度和攻擊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倍率 好啦 耶 其實光超零已經變成了遊樂場 即是自從有了麗拉和阿拉丁之後 然後你其餘了兩隻,你隨便打什麼都差不多 我覺得都不太大影響 OK,那... 今次的影片就獲破關時間了 那我先來到這裡,BYE